这类卡夫汤背面时间 2021年11月9号 我们下面讲 之前上个礼拜 盛宵城上的张高丽和彭帅的事件 我们当一个后续讲 那么我们认为 之前那些都是传统的老套路 官方的老套路 我们也讲那是属于个人私人的问题 不应该拿出来 就是不符合现代文明吧 我们讲到 有人会就说 我们好像就提张高丽呢 这是两回事 那么现在出来的一些更多的信息 我们讲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本质的真相 我们念一下这些信息的过程 大家就可能知道 这推上面有的网友 把这些信息汇集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位应该是叫习近鹏的 他说的 他说张高丽 康杰 这是夫妇俩 在缺人不能生育后 这才是关键 也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 于70年 70年代上世纪 70年代初 收养堂兄的一个女儿为养女 夫妇思为己出 极为珍惜 那说明他们两个之间情感是非常好的 张高丽夫妇的情感是非常好的 我们讲非常好 所以收养了这个 然后1997年张高丽出任深圳市委书记 半年后 养女张晓燕嫁给香港上市公司 信义玻璃老板的大公子李胜坡 这是张高丽的权钱结合 女婿李胜坡也成了广东省政协常委 深圳政协常委 信义公司在深圳获得长足发展 这是讲他的背后 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讲亚洲人 亚洲人基本上加文化 所以亦能得到鸡权升天 下面来一条叫做 张高丽亲家李贤义 1952年生于福建泉州 十四十五岁 走出江湖 80年 偷渡香港 努力打工挣钱 85年将全部集续投到深圳办厂 主要是做汽车玻璃 这也是一个玻璃大王 主要做汽车玻璃 那1988年李贤义的 信义玻璃在香港上市 同年张高丽升任广东副省长 两位福建人进行了第一次握手 十年后他们成了亲家 二十年后 张高丽到天津当一尊 信义也到了天津抢摊 这个就是亲家之间 亦能得到鸡权升天 这里面就有一个天津信义玻璃 这个没得说 但人家走的呢 应该也是亲家是专门从商的 他自己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 这样的关系 第三个 说张高丽亲家李贤义 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分在法治委员会 是法治专员 可想而知 中国这样的一些委员都变成 张高丽女婿李胜波 是17家上市公司董事 信义能源董事局主席 香港工商总会会长等职 这个就明白了 李胜波的弟弟李胜根 2009年取了世界网球双打冠军 燕子 燕子 1984年生于成都 06年和郑杰合作 拿下温布顿女双冠军 和奥网女双冠军 OK 这是第三章 谈到事情 第四个 1990年前后 广东副省长张高丽 从外面抱回一男婴 从外面抱回一男婴 对外说妻子康杰生的儿子 其实是张高丽 抱养的情人的孩子 这就出来的第二个 后来发现这个孩子 也不是张高丽的骨肉 可怜的男孩就在这 冷言冷语冷脸 变态的环境中长大 张高丽试图震望 不可能弃养或弄死 就让他有吃有穿 大学都不让上 就扔到军队去 眼不见心不烦 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所以这个可能是后面 这个男孩在这样环境下成长 心智有缺失 有缺失的 孩子不是亲骨肉 高丽就不管了 小孩的母亲和高丽上过床 康杰能对孩子好吗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这个 这就是网友的说法了 他都比不上那些路边捡回来 或者孤儿院领回来的孩子 这个是倒有可能 因为这是心理状态问题 心理状态 毕竟他有根 如果说你路边捡了 或孤儿院出来 可能状态不一样 因为人家养父母 不care 孩子父母是谁 不关心 孩子父母是谁 这孩子到姐姐的公司 当个经理 都比在部队混得好 但姐姐就不认这个弟弟 那就是他的养女 养女跟他有血缘关系 跟张高丽有血缘关系 堂兄啊 什么之类的 等于他妻子的兄弟姐妹那儿 就是母系那边 领过来的一个养女 这个就不同啊 这个就是变成别人的啊 所以中国人的非基督信仰的话 就没人性啊 就是近亲的啊 他是所有的性能能处在这个上面啊 这个东西改不了 我们讲啊 很难改啊 几千年下来了啊 这也就是我们讲中国的文明啊 人的文明程度始终拔不上来一样啊 华人的文明程度是拔不上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张高丽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 黄立满任副书记 1984年江泽民当电子部部长的时候 黄立满是部里的党办主任 部办公室副主任 关系暧昧不清 这里面讲到背后这些关系啊 深圳在两立管辖下 一个张高丽 一个黄立满啊 官场乌烟脏气啊 这讲黄立满比张高丽大一岁 张高丽拼命巴结这位大姐 得以进入江泽民的眼中啊 后来直升郑国籍 当时邓已死啊 邓小平已经死了啊 将是中国一尊 这讲到了 后面啊 一连串这东西 这里面他是一家的啊 所谓的一家的照片 呃 伺候好了黄立满之后 2001年 张高丽身任山东省省长 第二年身为山东省委书记 其实济南机场正在修建 张高丽就将航区航站楼的工程 全数给了女儿女婿 虽有人投诉和上告 但有江泽民保底 还是平安无事 突围张高丽和女儿女婿 三个外孙 张高丽把所有资源都给了养女 对养子不闻不问 不闻不问 这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己的 那个那个亲戚出来的 然后从小一直养大 一个就是外面抱歉 以为是自己的啊 结果呢反而不行啊 反而不是 所以他情感没有寄托 情感没有寄托 所以放到这个上面来啊 下面讲啊 当时接着讲 张高丽已经退休 因此就不深挖了 总结一下 张高丽当常委副总理 碰上强势总理李克强 无所事事 但作为习近平特使 替身处理外交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啊 他还坚弄处理外交啊 特使还正变成习近平的特使 处理外交啊 第二张高丽太想儿子 他又还是常委之一了啊 太想儿已经上过一次当 吃哑巴亏 还要帮人养大孩子 第三他不敢肯定 彭帅怀的孩子一定是他的 但也怕万一是呢 所以引出彭张整件事情 整个事情 第四啊 张也是一个大贪官啊 我们这个不用说啊 在中国你只要加入了 拿了党票给你一官半支 都是贪的啊 因为中国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 没有正常的东西啊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去反什么贪官啊 在中国这方面 它是个文化现象啊 中国大陆出贪官是个文化现象啊 不是一个啊 那个那个社会 它是个文化现象啊 文化现象的话 你永远打不完啊 就等于粪坑 这个文化是个粪坑 它必然是产生这种贪官的苍蝇 你打得完吗 永远打不完啊 大家记住到这一点 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 所以这是讲到的一个根本啊 那么也就是说 彭帅和张高丽之间 估计都是从彭帅那个文稿里面看出来也是这样的 彭帅可能有了孩子了 那么他就想要名分 如果不要名分的话 就不要这个孩子了 那么因为他们俩之间是优惠 他不是天天在一起 如果天天在一起可能还好 又不是天天在一起 那么张高丽前面有这个前车之责 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咯噔咯噔的 那么彭帅我估计 湖南妹子也比较辣啊 就可能话语啊各方面就等于有点要挟啊 估计啊 可能让张高丽感觉到有点要挟 所以就谈不拢了 谈不拢了 这一谈不拢了 这就掰了啊 掰了以后就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啊 当然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诡异的事情 咱们就不好说啊 但是基本上 这是一个脉络是肯定有的啊 这种脉络 这是巧合呢 还是故意放出来呢啊 但是后来就没声音了啊 没声音了 所以我们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过来的啊 这是我们想可能这是一个这个事件呢 根本的啊 原因在里头啊 事件根本也就是张高丽夫妇 所以他的妻子怎么会同意张高丽跟这个彭帅一起 还鼓励他们上床呢 这是一个诡异的啊 当然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可以说得过去啊 因为他妻子康杰不能生育的话 好像对张高丽有所欠疚 尤其是中国文化里面 那么张高丽再怎么生到哪里去 也没把妻子抛掉 虽然自己外面可能会有一点寻话问流 当然他可以找个理由啊 说我还想要要一个孩子 那么两个人都想要一个孩子 因为年龄大了以后 没身边没一个孩子 他就在这个没朝没落 尤其中国人啊 没有独立意识 身边没孩子 他就没朝没落啊 觉得自己很一辈子不完善 一辈子不完善 这个心理状态是在华人 中国人以那个生孩子为 为主要的这个人生的观念当中 是很重要一点 如果两个人没个孩子 就没朝没落的 他不像西方的基督信仰的人 人家可以不要孩子 自己去领养啊 甚至是不要孩子都可以 要光自己不生都领养都可以 这是两个完全的文化差别啊 不同的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可以理解张高丽的老婆啊 鼓励这个张高丽外面去寻话问流啊 或者是找自己相好的啊 这地方 那么至少张高丽来讲 他知道自己跟别人比不了啊 他还是比较看得出来啊 比较严谨啊 对自己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一点 所以他找这个彭帅估计大概也就是想生孩子 想生一个孩子 那么彭帅就想要要那个名分 这要名分等于康杰就动了张高丽老婆康杰的啊 那个奶酪了 这个肯定是不能答应的啊 他不像那个那个那个原来北京市的那个叫谁来的啊 那个福也是福建过去的啊 北京市的你看上午还突然想起来 现在就没想贾清凌啊 不像贾清凌夫妇俩啊 贾清凌夫妇俩等于贾清凌的老婆跟他就掰了啊 离婚了啊离婚了离婚了 所以贾清凌美女人就受不了了 东拉西拽的啊 逮着女人就就就逮着母猪就上啊 就不管是谁甚至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绯闻和笑话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呢张高丽夫妇俩估计感情还是比较深啊 所以他老婆也允许他这么做啊 但是你要让他取代他老婆地位 这个大概就不大可能 尤其在中国现实这种状态下 不可能因为公开官方还是不允许三妻四妾 你只能按的啊 你不可能有一个 那就在古代也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把正房妻子修了再出来 如果张高丽再有点迷信 他就更不会了啊 因为他这个妻子给他 等于是给他一路官运亨通啊 他有点迷信的话 他这个康杰啊 给了他一路啊 官运亨通 从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 管道工人啊 升到什么政治局常委 这也好像也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啊 这个方面啊 我们估计大概可能是这个因素比较大一点 然后有些呢就借这个机会啊 再扔出来这个炸弹啊 扔出来这些炸弹啊 好这是我们讲的 那么另外我们稍微说一下 下面也讲到了天津的问题啊 他这里面可能就是一窝一窝的 因为张高丽那时候当过天津市委书记啊 当过天津 这里面就讲到了 想起了天津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啊 武长顺事情大家是都有有数的啊 很多个啊 外面养的啊 然后讲武长顺被指涉贪金额高达74亿人民币 道德败坏 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 除包养四名锦花外 还与庶名女大学生非法同居 先后生育了九个私生子了 经组织鉴定 九个私生子中只有三个是他的 亲生的啊 网友调侃到 武爷带单风险搞贪污 为九名私生子 应该是六名啊 六名是尽责尽利啊 九名私生子啊 尽责尽利 那因为九个私生子啊 就三个是他亲生其他不是啊 这贪官真高尚啊 这是网友讲的啊 另外一个也谈到 中国顺便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 他说戏品本质 中国男人的幸福是建立在 对女性和家庭的掠夺之上的 家庭中只有孩子无妻子 只有情人爱人无配偶 所有资源都被算计到干干净净 财产吃食 幸于风流 繁殖和孩子 女性作为妻子是没有任何地位 和存在的必要性的 家庭包括父母都是被吸血的胎盘 没有担当责任于付出 只有索取乃至中国文化啊 乃此乃中国文化啊 这里面反思的就很好 现在就讲到这个啊 好 这是我们顺便把这两条就放在这里 扩展一下 让大家进行一个 反思和检讨啊 所以我们讲 根本的问题 整个中国啊 上不去的根本问题 坦率告诉大家啊 都是文化问题 价值观问题 你不妨这个 你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其他的国家发现 他们实际上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他也上不去 上不去很大的一部分 群体来讲 整个群体来讲啊 不排除各个族群里面 有个别的优秀者 整个群体来讲都是文化问题 所以我们讲 你不可能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啊 你不可能 短期间在你的有生期间不可能 所以你就把你自己做好 你自己跟这个群体完全不同就可以了啊 完全不同你自己的观念 你自己的社会行为 进入到文明社会就可以了 那么保证你的后代 就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 蒸蒸日上 这就可以 等于你要脱离原来你的族群 这个是飞跃 这个才是飞跃的 提醒大家这一点啊 所以很多中国人可能还在这个族群里面 搅和 那么你在这个族群搅和 因为它背后惯性就是文化和价值观 那就等于你的认同了这样文化价值观 你老想去改变它不可能啊 它长年形成了 长年 千年了啊 几千年形成这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个体性问题 啊 提醒大家这一点啊 好 这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谢谢 可以 否如你 偏一点 没关系